谈大陆会台31项措施? 台湾命事业判具体方案 张显尧认为31项会台措施,正是台湾的翻转时机。 图台湾源州论坛协会提供。 2018年3月14日 为倾听影视产业声音,针对大陆先前公布会台31项措施,由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尧要担任李市长的台湾源州论坛金。 14日举行立足台湾,前进大陆,如何布局两岸影视市场座谈会。 召集台湾影视业大佬讨论,大部分运会人士皆反应,不能流于口会,希望陆方早日定出配套办法。 台湾源州论坛协会将会急应事业者在会中所提意见,率团向大陆当局反应,促使陆方让这些措施具体落实。 张显尧要表示,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本来就有深厚地运,但台湾影视文化产业在,立足台湾,前进大陆,时,却出现,竞争力不足,引进片时断冷门,审批程序繁琐,等问题,确实需要大陆官方采取进一步具体措施,以便落实良善的政策。 对于外界讨论坛,对于外界讨论的台湾人才流失问题,他直言,乐观的人看到希望与远景,悲观的人只看到风险与威胁。 他认为,面对大陆的经济崛起及31项会台措施,正是台湾的翻转时机。 顾超坦言以2亿元博20亿元。 图台湾元卓论坛协会提供。2018年3月14日。 台湾电视剧制作产业联合总会会长林熙辉表示,大陆宣布的31项措施虽然没有会台二字,但具有善意。 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点 希望基与两岸你加亲 大陆对境外剧也不要设指标 第二点 开设专播台湾剧的时段让两岸人民透过戏剧彼此了解 第三点 开放台湾在大陆开设制作公司 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台湾影视业要提升内容 剑石英雄系列制作人 超人瑞奇董事长顾超提出自己的实战经验 我在剑石英雄系列花两亿元拍15集 这两三年我过得很辛苦 我们也拍过美剧 台湾有的很大的优势 怎么带他们 大陆走出去 他话锋一转强调 有时候必须告诉中华民国政府问题在哪 到底影视产业是经济部还是文化部管辖 现在虽然有辅导金 但很分散 影视产业要确认的是 我们到底是产业还是文化